趙紫峰 但用峰顛的峰 說林漢多 口齒不精 盡好意思做評論 林可觀性是 不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做評論 我自己做的都會有二千多三千多人看 就算是晚上的凌晨時時段 黃金時間做的不是很多 今晚都是八千多到九千 好像一度差不多一萬 不要算以前我出去做直播的 最高二萬多到三萬 以前在現場直播那些就萬多 口齒不清 不過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經常說 我很少叫大家課金 不過有些五毛他來踩場 我們就可以課金給你看看 激怒死他 你是越來踩場 那些小粉紅 就越是我的網友會課金給我 課金給我其實要給你看 你多黯糕糕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有五毛他去踩場 如果大家覺得我做節目都還可以看看 即是口齒不清 一做這麼久 浪費了你們每天兩三個小時 還有其他節目浪費了你們 每天六七個小時 大家都可以 做一些超級留言 那我就會多謝大家的 還有你要扮 不用煩趙智峰的 買你的五毛 是吧 說回這件事 因為說劉曉波他太敏感了 雖然最後那張親不知名卡 我不像在劉曉波 小小才不到達 多謝 Walker H 多謝 Denica 但美斯當時都是很有心 很快一個月就回信 平時這些可能要搞好很久 多謝 KKTT 多謝 阿威呢 好 喝一口水說其他新聞 好了 說二十三條 金管局總裁也有H 余偉文就說 金管局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諮詢工作 曾鈺成就反駁了 你的人就說 不知道什麼叫國家五十秘密 好像而已 怕隨時就中招 多謝 多謝 馬上留言 他說 其實諮詢文 多謝大大 以國家秘密 取代國家秘密 並不含糊 因為以前我也說過 國家秘密也分幾款 秘密 絕密 和機密 分幾款 總之 曾鈺成說 你說清晰就是清晰 但不是你說清晰 別人就覺得一定清晰 秘密是怎樣分 絕密和機密的分別又是怎樣 多謝1、2、3 多謝Peggy 曾鈺成都要為二十三條陪書 不如叫他進入這個